網絡世界真真假假 不論是官員或社會名人 都曾經在網絡世界被模型 知名的古評人都不例外 不少古評人的相片段都被不法之圖 用作詐騙的工具 或者說得越來越真 我們都很擔心 一方面擔心 有些人如果太多的話 你隨便有人一個中招 其實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個損失 有些人看不到我 就以為這個陸叔騙人 他分中沒有報警 他覺得分中損失是一、兩萬、兩、三萬 或者他聽了他沒有買到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股票沒買到 就說陸叔騙人 就是他這麼陰實 以為我在後面操縱一些股票 網站、手機應用程式 都出現越來越多這些詐騙廣告 騙徒透過招攬人 加入所謂的投資班或群組 叫市民直接轉賬用作投資 或者透過慫恿市民 買入一些細價股 從中賺取佣金 當這些股份大跌 市民遭受損失 騙徒可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經濟通總經理陳祖桂說 公司已經安排人手監察這些詐騙廣告 並且不斷向廣告刑辦商檢舉和投訴 但是由於騙徒可以轉換不同的IP 或者帳戶投放廣告 就算一個詐騙廣告被禁 仍然會有更多新的不斷出現 很多平台其實將它的廣告位分銷了給三線網上的廣告商 分銷商就說我追溯不了 它賣了給什麼人放內容 這件事會重複出現 它下了假 然後很快又會改頭後面再上個 用另一個人來下一個類似的廣告 所以我也是覺得你是立法 這是第一 第二其實就是那些平台或者廣告營運商 它們有責任去擺一些 譬如一些AI的solution 在那裡做了一些篩查和過濾 它們不可以為了惡賺廣告費 而沒有了這些社會的責任 這個必須要立法去監管它們去做 在未有相關法例規管之前 市民最好就是提高警覺保障自己 警方提醒市民要提防網上認識的陌生人 推介的投資項目 也可以透過社交媒體核實股評人的身份 或者向相關的監管機構 查詢有關的高回報投資產品是否存在 是否這樣去說話的呢 平時的contenters 是否會這樣直接或者倒獄地叫你買哪隻股票 其實我替他們都很心痛 但是有時倒高一尺真是沒辦法 只能夠勸喻大家真的不要亂信